生命纪第十章 那时,依和华对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 然后上山到我这里来 又要做一个木柜 我要把你摔碎的先前那两块板上的话 写在这两块板上 你要把它们放在柜中 于是我用造假木做了一个柜 又凿出了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然后我手里拿着这两块石板 上山去了 依和华把先前所写的 就是在集会的日子 在山上从火中告诉你们的石剑 都写在这两块板上 依和华把石板交给了我 于是我转身从山上下来 把石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 照着依和华吩咐我的 现在石板还放在那里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 尼亚干启程到了摩西拉 亚伦在那里死了 也埋葬在那里 他的儿子以利亚萨 接替他供祭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启程 到了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到约巴塔 就是多吸水的地 那时 耶和华把立位之派分别出来 叫他们抬耶和华的约柜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 并且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 所以立位人在兄弟中无份无业 照着耶和华 你的神应许他的 耶和华自己就是他的产业 我又像以前那样 在山上停留了四十昼夜 那一次 耶和华也听了我的呼求 他不愿把你毁灭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 走在人民的前面 使他们可以进去 得着我向他们列祖 启示赐给他们的那地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你的神 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行在他的一切道路上 爱他 一心一意 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的一切 都是属于耶和华你的神的 但耶和华 只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他从万民中 拣选了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像今日一样 所以 你们要给你们的心 行割礼 不可再顽固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伟大 有力 和可畏的神 他不寻情面 也不受贿赂 他为孤儿寡妇 伸张正义 又把衣食给寄居的人 所以 你们要爱寄居的人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人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他 依靠他 奉他的名 启示 他是你当颂赞的 他是你的神 他为你做了那些 大而可畏的事 就是你亲眼见过的 你的列祖 下到埃及的时候 一共不过七十人 现在 耶和华 你的神 却使你的人数 像天上的心 那么多了